大家好,我是小曾 又到了吃蚕豆的季节了 现在的蚕豆非常的嫩 吃起来软糯鲜香 今天我们分享一个蚕豆 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买回来的新鲜蚕豆先把壳包掉 然后把包好的蚕豆倒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蚕豆清洗干净 现在的蚕豆非常的便宜 我买的是三块钱一斤 不知道你们那里是多少钱一斤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 把葱白切成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 葱叶咱们给它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多切一点 吃起来更香 切好后装入碗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因为蚕豆比较稀油 油热后把小葱段放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的煎 煎出葱香味 这一步也非常的关键 一直把这个小葱煎至金黄就可以了 然后用筷子把小葱全部都加出来 小葱加出来了之后把蚕豆倒入锅中翻炒 煸炒出蚕豆的香味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咱们新鲜的蚕豆是不需要焯水的 因为这个蚕豆非常的嫩 焯完水之后鲜味就流失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咱们大约给它翻炒四分钟左右 一直炒到蚕豆表皮有一点开裂就可以了 这样蚕豆才能更好地入味 接下来往锅中倒入适量的山泉水 水的量能刚刚没过蚕豆就可以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别的调料就不需要放了 本身吃的是蚕豆的鲜味 搅拌均匀后盖上盖子转小火煮八分钟左右 蚕豆我们一定要把它烧熟 因为蚕豆中含有一种有毒物质 如果不熟的话人吃了可能会中毒 好了时间到打开盖子 再加入少许白糖提鲜 这个时候开大火把锅中的汤汁收干一点 这样蚕豆吃起来更加地入味 最后把切好的小葱花放进来 再次翻炒均匀炒出葱香味 这里炒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翻炒10秒钟左右 小葱炒出香味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葱油蚕豆就做好了 这样炒出来的蚕豆 葱香味非常的浓郁 软糯鲜香 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